不只租房貴 其实要买房这房价更是惊人 尤其如果你是在台北市 高房价让你压力山大 还有物价也很高 所以现在想逃离台北的人 越来越多 光是11月就有超过2000人当托北族 但是说到房价高 之前央行不是出众手打炒房吗 但是在这同时 爆出了这样的乱象 因为台中预售无我今年签约 又解约的案件竟然高达77件 其中有三成是在第七波 打炒房之后 宁愿赔15%的违约金 他们也要先跑 这边是两房的歌曲 两房一听不到20平 在双北想要找到 总价千万以下的房子 真的好难 加上物价涨涨涨 民生痛苦指数与日俱增 想逃离台北的人也不断增加 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让越来越多人不想待在台北生活了吗 因为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 六度当中台北欠出的人口 大于迁路光是11月的部分就超过了2000人 南买房拖北族暴增 尽头转到台中 却因为央行 昨月祭出的打炒房政策 解约炒持续酝酿中 新案还在施工 不过现在已经爆出台中在今年内签约又解约的案件 就高达77件 其中24件是在央行第三季监理事会议后解约 后悔率近三成 这一类的产品一方面都是总价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有可能他本身就是属于小患大 这样子的患物族 那因为患物族正好又是这一波在现代令当中 相对卡卡的这个对象 那因为绑手绑小受限的情况之下 干脆就不买 这些解约案件中平均单价都比今年预售物平均价高约两成左右 平均总价更是高达三成 也就是说在买贵的情况下 即便解约需要付最高15%为约金 不少买家还是先跑再说 9月10月之后再去做解约的这样子的一个物件 都是属于高总价或者是平均的价格 都比这些平均价格还要来贵三成 那也形成他宁可赔售15% 这样子的一个违约金 央行打炒房政策不断被批 有漏洞 不完善 如今违约潮浮现 恐怕又是另一波乱象 东森财经新闻电影好 秋小鑫太报道 梦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 团后交战